當然回到蓬佩奧這次來 所以大家就很關注說 蓬佩奧來了之後 到底對美中台這三方 各自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一些效益 所以余將軍怎麼看待他來之後 可能產生的這些變化 當然美國的國務卿 即使他是卸任 退休的國務卿 對於美國來講 美國的政務官 或是相關的這些官員來台 就絕對不是像我們想像的一般 來找工作的 或是要來謀職的 或者是找溫暖 其實不是 美國人 美國是泱泱大國 他不做這種小事 可是中國那個地方就用了很多方式 包含用了很多從台灣過去的名嘴 就講說你看過氣政客 無處取暖 在選戰上戰敗到台灣來取暖 台灣有一票會投給他的嗎 就算他下次要選總統 台灣有一票是他的嗎 台灣一票都沒有 台灣只能選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 選不了美國的總統 所以他就用這種方式來調侃 當然我覺得蓬佩奧到台灣來 有兩層重大的意涵 第一個就是他要看一看 從川普時代那種所謂的抗中保台 對於台灣第一島鏈的這種重視的程度 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他因為他是退休官員 他能來 現任的不能來啊 所以他來 他來看一看 瞭解一下未來 是不是這條路要繼續走下去 如果台灣內部那種所謂統派 紅派的這種力量不斷地高升 我覺得美國會調整他的腳步 美國為什麼會調整他的腳步呢 第一個 因為從這個中國大陸 跟美國建交了以後 美國看到中國大陸 當時看到的是什麼 這是一片沒有開發過的土地 這是一個非常廣大的市場 最主要他看到了中國人的貧窮 那時候中國人普遍都很貧窮 他認為我把資本主義帶進來 我讓中國人有錢富起來 就會改變他對於自由的向往 就會改變他對於世界的看法 可是美國人他覺得失敗了 他覺得他投入了這麼大的財力 物力 精力 還有科學的能力投入給中國 中國的物質改變了 中國的資本改變了 但是這個資本並沒有督促中國 走向民主 走向自由 走向平等 而是讓這個專制跟共產 有了更大的資本去推專制 推共產 所以美國相當擔憂 如果他這麼努力地協助台灣 要防堵這個所謂的專制跟共產的主義 繼續向西 向東邊來擴散 如果台灣不是像他想像的一樣呢 台灣也是像他當年看到的中國大陸 看到的中國是需要幫助 但是長大了之後反過來咬你一口 如果這樣怎麼辦 所以擔不擔心 擔心 不只蓬佩奧擔心 美國人也擔心 美國現任總統拜登他當然也擔心 他是不是能夠跟這個人 真的是掏心掏肺的做朋友 所以黃培要來 這第一個要來看 第二個 他就要來看一看 到底台灣還需要什麼 如果說他的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得到了 台灣是堅決反共 台灣永遠不會以所謂大民族主義被綁架 所以過年期間很多人跟我聯絡的時候 就跟我講說你不要這麼支持美國 美國人再好 他不是我們同一族的 他是美國人 要中國人長大 我們才能站起來 我說如果理念不對呢 他說理念不對也是自家人啊 我就反問他一點 如果今天你是企業老闆 你的這個執行長是舉足輕重 要讓你這個公司 能不能由虧轉贏的人 你會找個自己人來嗎 還是找個有才能的人來 我說如果換成我 我一定找個有才能的人來 就算是我自己的親屬 他沒這個本事 我把他叫來做這個執行長 那是害他 也害我啊 目前我們也是一樣啊 我們要用民族主義來界定台灣的未來嗎 他是美國人 他是中國人 所以我二選一 我選中國 不選美國 這叫做撒旦的做法 你應該是你的理念 跟你的信仰一不一樣 如果你說理念信仰不一樣 我說那你信的佛 那主耶穌基督也不是中國人啊 你信的釋迦牟尼佛也不是中國人啊 你為什麼信他 就是因為理念跟信仰對了 我認同你 所以現在地球村的概念要出來 你要合作的對象 你要能夠瞭解他的信仰是什麼 他的理念是什麼 理念跟信仰相同才能合作 理念信仰不同 即使是同中同源同族 那個也有永遠無法合作 所以這一點 蓬佩奧第二 他這個來台灣的第二個目的 就是要瞭解台灣是不是值得我培養 如果值得的話還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因為台灣的作戰 台灣的防衛 我從來不打算說由美國人 到台灣本土來幫我們打仗 我不敢想 我也不願意想 自己的國家永遠自己救 但是我們的領海 我們的左右臨兵總得有友軍吧 我們北日本能不能夠 當我們良好的友軍依托 我們向南整個印太戰略 能不能支持台灣繼續走下去 台灣自己守 但是左右要有一托啊 否則中國的海軍繞過整個台灣海峽 繞過巴斯海峽 從你後面負背受敵 你要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台灣當然自己守 但是我的左右依托是不是永固 是不是兼顧 這要靠美國的協助 因為美國對日本 對整個印太的防線 他是舉足輕重的 所以龐佩奧來 不是只看台灣一個點而已 他看的是一條防線 但是台灣卻是他這個條 第一島鏈的防線 關鍵的一個點 值不值得他美國投入感情 值不值得美國投入他的努力 跟他的寄託 我覺得這是現任的國務卿 跟現任總統不能做的 所以龐佩奧來做 做完回去之後 他們有他們的管道 會把這個訊息帶回去 如果他帶回去的是不行 台灣還是在走國族意識 還是在走大中國意識 他怎麼敢給你 他怎麼敢投入 他不能再上中國人的這第二次檔 所以我覺得這次龐佩奧來 我聽到了目前來朝野 包含在野黨 大多數的人也贊成啦 也說很好 可是要真贊成 不要假贊成真打酸 酸你 酸得要命 那樣子給人家帶著熱忱來的人 他卻是冷冰冰的心帶回去 對我們整個中華民國的防線 對於而後我們長久發展 我覺得那是負向 所以我在這邊真的呼籲 朝野政黨 人家是帶著熱忱來的 我們要熱忱以對 把我們的需求 還有把我們對於世界一分子 能夠盡的心力要充分表達 而不是要把你跟中國綁在一起 跟共產黨綁在一起 這種心表達出來 如果被人家發覺到你有這種心 我覺得我們要等這個機會 要再等20年 所以我想這個是台灣 非常重要的一刻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部分 對於美台一些更緊密的一些交流 當然剛剛這個余將軍也提到了 如果我們前面談到這個見面 會不會被貼上暗讀 這我想就考驗國民黨 或者藍營的智慧了 同樣你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大家幫我們點讚 幫我們訂閱 也歡迎幫我們轉傳 如果對我們有任何的一些 看法跟想法 或者您也想針對我們的討論 做出一些評論 也歡迎您可以留言 就再次感謝兩位來賓 也感謝大家的支持收看 再次感謝大家 再次感謝大家